这修行方很苦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师傅去修行 师傅做的做法去修行 可是还是有一点 还是不是如所愿 好像比如在外面去市场买菜 都会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 但是回来在念经的时候 他都会炒这些音念出来 那不好 首先你在外界的环境当中 你已经受到染拙了 就是污染了 其实你听到再多的事情 你不要把它听回去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马路上听到你要骂人 你根本不要往心里去的 你听过就像没听到一样 那你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六根 那么清静 六根才会清静 听得懂吗 实际上你听到了那些话 而且记在了心里 那你的六根就不尽了 明白吗 明明是不想去记他 可是他偏偏又要去 又要在我的音乐上 那不行了 那就说明你现在自己本身的 心理的素质和你自己本身的修为 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修的不好 还是这个是我的考验呢 不是考验 就说明你自己 你自己也把不好的东西 垃圾吸进来了 就是说一个人家里 干干净净的 人家垃圾不会弄到你房间里来的 我就是为这件事很苦恼 那你自己好好修吧 加强心境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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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